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是研发数据平台DevLake的踩坑指南 那么首先我先做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我叫陈映初 是司马懿的Cineer Developer 由于加入ApacheDevLake这个项目比较早 所以在DevLake进入Apache孵化系之后被评选为了PPMC的成员 我自己呢是一个特别爱折腾的人 勉强算得上是一个连续创业者吧 在加入司马懿之前 跟朋友合伙开过专注行业和产品的公司 后来呢还做过外包公司 不过回过头来还是觉得上班好 毕竟创业太累了 而且主要是在技术上你很难有机会去深入的专业 那么今天我分享的内容主要有三部分 在第一部分我将大概介绍一下DevLake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能够给我们开发者们带来什么样的价值 然后再为大家分享几个用DevLake做的图表 第二部分呢也就是今天的主题 是关于我们在开发DevLake这个项目的过程中 采购的一些坑 这些坑呢它不算特别大 但是呢一些细节问题还是挺值得注意的 如果你在未来想要做一款类似功能的数据平台 我相信我们采购的这些坑还是挺有借鉴价值的 最后第三部分我会聊一聊DevLake未来发展的方向 那么首先DevLake它是一款开源的研发数据平台 主要的功能就是通过收集分析以及可视化 那些在研发过程当中产生的数据 来帮助开发者们更好地了解这个开发过程 挖掘出开发效率的瓶颈 找到提升效率的机会 简单的说就是用数据来驱动我们的开发 为我们给研发和交付来找出一个更好的实践 那么这个Community Experience 是我们和国外的种子用户Stripe 来一起讨论出来的一个社区开发者体验面板 那么大家都知道 阿帕奇的哲学是Community Over Code 社区是整个开源理念的核心 要想有一个有活力 有成长性的社区 就要为社区里的开发者们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合作和开发体验 那么大家可以回忆一下自己在参与开源的过程中 有过哪些不太好的体验 或许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提了一个依序或者PR 却遭到了无视 那么我们这个Community Experience这个看板 就可以用数据来告诉你一个开源社区 它对于开发者的这个友好程度 当然这个还只是一个最简单的版本 后续呢 我们还会推出这些指标 它跟随时间变化的版本 我们可以先简单看一下这个面板上的数据 先看上面的四个关于issue的数据 那第一个Time to Initial Issue Response 是指社区用户提出一个issue 到第一次得到回复需要多长时间 那么如果它是符合社区的一个SLA 那么就是绿色的 否则的话它就会是一个红色的 就是类似于警告的颜色吧 然后呢是issue解决的平均时间 第三个是符合SLA的issue回复率 然后第四个是为社区提供了多少个 Good First Issue 下面一行的四个图是关于PR的数据 那第一个同样的逻辑 就是说社区贡献者他们提出了PR 到第一次得到review的时间 当然开发者肯定希望这个时间越小越好 才会更加愿意为这个社区持续的投入嘛 如果我提了一个PR 没有人搭理我 我可能之后也不会再继续做这个事情 接着呢是PR的解决时间 然后是符合SLA的PR解决率 然后呢是没有合并就被关闭掉的PR占比 总之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看板 可以更好地衡量一个社区的开发者的体验 而我们要想支持这样一个dashboard 我们需要Github Issue PR以及他们的convents数据 还需要author的信息 去判断issue或者PR 它是否来自于社区 而DevLake做的呢 就是帮我们把这些数据收集好 放在一个容易分析的schema里面 并且在后续提供各种各样应用场景的看板 那么我们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个 为了社区开发者服务的面板 DevLake它还有哪些经典的实用场景呢 那想一想 如果你在维护一个开源项目 那么通过DevLake提供的指标 你可以了解到社区是否活跃 是否健康 如果你是一个项目的质量负责人 那么通过DevLake 你可以跟踪或者是 对比每一个release版本的事故情况 如果你是一位DevOps工程师 通过DevLake 你不仅可以观察到指标 它在时间轴上的变化 还可以通过横向对比 它不同的任务 不同的项目中的指标 最后呢 如果你是一位技术负责人 DevLake可以让你洞察开发和交付的流程 来找出瓶颈和风险 进而建立团队开发交付的最佳时间 那我们先来看看DevLake的第一个场景中的应用 在这个应用场景中 DevLake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社区回顾面板 这个面板为我们带来了很多 实惯的数据统计 那么这个面板比较长 我分成了两页来和大家分享 第一个是有多少新issue 第二个呢 就是有多少的新issue 它是来自于社区的 第三个就是说 社区issue 它在总的issue里面的占比 第四个是我们的 就是新的issue提交者 第五个呢 是社区issue它的回复率 第六个是 这些没有被回复的issue的清单 然后 接下来这个是新的 是社区issue它的平均的回复时间 还有就是新issue 它的第一个回复的一个清单 那么在这幅图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社区issue的回复率 它只60% 这个主要是因为 大家可以看到这儿 没有回复的issue 它的status都是down的 这个是因为 这些issue是有的 我们的贡献者 他们提完issue之后 自己就去做了批价 把它给处理好了 所以可能就没有 我们就没有及时的去回复 而这个我们的社区的issue 平均回复时间呢 是1.09天 而我们的这个SLA 是24个小时 所以其实 这个就表明 我们的issue的回复流程 还是有待提高的 那么这一页呢 我们主要就是展示了 pull request的情况 我们还是一个一个的过一下 就第一个就是 有多少新的PR 然后呢 这些PR有多少来自社区的 以及这个社区PR的占比 然后我们的新的PR贡献者 还有就是有多少的 已经merge的社区PR 这个呢 是merge的PR来自社区的占比 然后是社区的PR 它的平均的合入时间 然后这个是我们上一周的 这个社区的贡献者排名 这个是 就是总的一个社区贡献者排名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场景 这个呢 它是一个release的质量分析版 看板 这个呢 看板它是开源项目 TIDV的工程师们 用devlake做的一个看板 那么这个看板 它比刚才那个还要长 所以说我提取了一部分 来分成两页 和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看看第一个 它是这个缺陷 它在minor版本中的分布情况 就是在不同的minor版本中 然后呢 是缺陷修复的这些commits 它在每个版本中 我们就是这个commits的数量 以及它的一个组的占比 然后这个呢 是上一个版本 它的缺陷的严重等级的分布 然后这个是上上一个版本 接下来是 就是比上上个版本 还要再往前的一个版本 然后这个呢 是说在不同的 严重等级的缺陷 它在三个minor版本中的一个对比 可以看到这个是从最重要的 然后到一个 这个就是没有标签的 这种缺陷 OK 接下来呢 这个看板的后半部分 是说代码中的一些缺陷的修复情况 那这个呢 是我们修复了80%的缺陷的工程师 他们在就是整个工程师团队里面的一个占比 所以可以从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它工程师的 就是工程师 就是修复Bug的工程师的集中程度 那么这个呢 我们可以看到 修复缺陷的工程师的排名 然后这个是缺陷它存活时间的一个均值 这个是在不同版本中的这个缺陷 它存活时间的均值和它的中值 这个是缺陷存活时间的中值 然后这个呢 它是一个就是交付抽期比较长的这个issue的一个清单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为解决的issue它的一个占比 就是为解决的这个issue 它比这个我们的均值少占比的时间和比这个均值大的占比的时间 可以看到就是为解决的issue普遍都是比我们的Bug存活时间的均值要大一些 然后最后就是这个为解决的issue它的一个清单 我们呢 在后面还通过就是这整个的基础数据看板做了一些更加深入的分析 这里我举三个例子 那么我们首先是通过对不同严重等级的这些缺陷的修复时长 或者等待时长来分析我们的开发资源 是否都用在了修复那些最重要的缺陷上面 然后呢 第二个是我们通过这些有模块标签的这些关键缺陷 以及花在修复这些缺陷上的时间 来找到那些偶合比较大 然后呢 修复难度又比较高的缺陷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通过分析这些修复这些缺陷时 可能会影响到的其他的模块 来发现一些不太合理的依赖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这个第三个场景 这个呢 它是一个CICD的分析看板 它展示了一个DevOps工程师需要关注的一个指标 那么第一个就是说是一个构建总数 可能是在我们这里就是说在最近的六个月 然后呢 是这六个月的构建成功率的平均数 这个是构建结果的一个丰富情况 比如哪些是成功的 哪些是失败的 哪些是中途退出的 都会有 然后呢 是一个构建的平均时间 然后这个是随着时间轴变化的 就是每个月的一个构建次数 这个当然就是每个月的构建成功率 然后每个月构建失败和成功的一个数量 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大概的一个比例情况 通过这个图 然后最后就是每个月构建时间的一个均值 好了 那我们在了解完了这个DevLake的使用场景之后 我们再来想一想 如果没有DevLake 我们自己要去做这些分析 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呢 那么首先 如果你不是一个开发工程师 你可能会发现你自己一个人做不了这个事情 你肯定需要找人来为你开发 那么对于这个开发人员来讲 他先得学习平台 这个平台呢 也就是说像GitHub Jira这样的数据员的 他们的这个Open API 然后呢 是写代码拉取数据 而我们知道 这些数据呢 它一定是散落在各个工具链的 所以需要拉取多个平台的数据 并且我们还有一个难点 就是一些大家常用的平台 他们的API文档 其实还是有挺多问题的 那么接下来有了开发 我们还得考虑这个数据处理的问题 比如这个数据存储到数据库里面 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那么这些原始数据 我们能不能够直接使用呢 包括各个数据孤导 还有如何关联起来 那么举个例子 比如Jira API Response 它里面的issue 有200多个自定义之段 我们需要考虑 应该保留哪些之段 那么这些issue 它有可能因为流程不够规范 状态可能没有及时流转 那么它就是一个Open状态 甚至持续了一年 那么这样的张数据 我们肯定也是需要剔除掉的 最后我们还要考虑 就是如何把这些issue 和它对应的PR 或者是Commit关联起来 那么也就是说 打工这个数据孤导 那么好了 现在我们有了各个大平台的数据了 我们还需要根据我们的 这个宏观的目标 来定义出一些有效的指标 而这就要考虑 这些指标呢 它们可以从哪些数据中计算出来 还有就是指标的基线 我们定为多少才合适 这个可能又需要我们对很多的团队 或者是项目来进行分析对比 才能够找出一套这个合适的度量规则 那么最后 我们还要把这些计算出来的指标 组织起来进行可视化 再进行具体的分析 那么分析这一步呢 我们常常其实是需要一些懂得这个研发的分析师来参与进来 才能够就得到得出一些有用的冻结 而这肯定又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 那么现在我们又回到DevLake上来 看看DevLake 它可以为我们的分析带来哪些便利 那首先 这个DevLake还已经集成了各类型的DevOps工具中 市场占有量最大的平台 对于大多数用户来讲 我们可以轻松的完成这个数据收集 那么即便是没有你所需要的平台 你也可以通过DevLake快速的集成一个 这个呢 我们在后面也会讲到 然后这个领域层的数据抽象 它可以帮助我们轻松的关联 或者说是聚合多个维度的数据 最后这个DevLake的早期用户 我们当时既有这个做开源项目的 又有做传统行业的 就是我们当时大家一起讨论 并且沉淀下来了很多 就是我觉得可以测得上 业界标准的一些指标和图表 那么目前DevLake就其实已经有了 很多个就这样的成熟的看板 就可以快速的复用到各个场景 然后目前DevLake已经集成了数据源 在代码扑管工具上 其实已经有了像GitHub GitLab GitT 就是这些最常见的一些工具 那么事物管理工具方面 我们支持了Jira 还有TAPD CICD 我们是目前支持了GitHub 和GitLab的Pipeline 那么DevLake的这些应用场景 它会随着我们支持的数据源 的增长而增长 那么我们也十分期待 这个开源设处的小伙伴们 特别是屏幕面前的你 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接触 DevLake它的更多的玩法 那么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部分 我将为大家介绍我们在开发DevLake的过程中 采过的一些坑 这些坑呢 主要是三个方面 那第一个是在数据收集的过程中 我们如何做到高效和可靠 第二个是我们面对多数据平台时候的一些处理办法 最后一个就是关于提升开发效率的 那首先我们先要了解一下 目前DevLake的六大模块 那第一个是Config UI 它是我们DevLake的网页界面 在这里可以配置数据源 编排或者说直接来触发数据收集计划 那第二个是API Server 它是DevLake的后端和Config UI招呼的一个接口 那第三个呢 是Runner Runner它在我们的后端中 它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它主要是负责调度执行所有的数据收集 或者是数据处理的任务 那第四个DevLake 它是存储我们所有要用来分析的数据 以及这些数据源的配置信息 还有任务它的运行的一个结果 第五个Plugins 它是包含了我们就是收集和分析这些数据 它的所有的任务 那每一个Plugin它代表的是一个DevOps工具 那第六个Dashboard 它是向DevLake用户来提供了这个可视化和洞察力 那用户它除了可以使用我们的预见的这个看板以外 它还可以编写SQL来做出一些自定义的看板 那了解完架构之后 我们就先来说一说 我们在高效可靠的收集数据的过程中 采过一些什么样的坑 那对于一个像Clickhouse这样的项目 我们大约需要发送20多万条API请求 那其实对于API请求来讲 这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工作量了 所以说耗时长呢 是我们的第一个坑 那这个坑它看上去很好踩过去 大家都知道用并发嘛 但是这个踩坑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了有一些细节它还是挺麻烦的 比如像有一些平台 它的那个Great Limit特别的低 像是GitHub 它的每一个Token一小时只能够发送5000条数据 因此哪怕我们使用了多个Token去收集 也很难避免这一大堆的这个429错误被抛出来 那为了填这个坑 我们引入了一个调度器 想要去控制这个并发的速率 但是这个调度器 它又为我们带来了一些可能的思索问题 那上面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实现并发时候的一些细节问题 那众所都知 并发呢 它用起来其实很简单 可是在使用过程中 要想不出错 还是需要考虑很多细节的 那这里我们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分界的处理 这之所以把这个分界拎出来讲 那是因为我们发现它并不是说所有的接口 它都会有这个规范的分界信息 那对于这些没有分界信息的接口 我们是就必须要做一些特殊的处理 那像在我们的实现当中 我们给这个不同的插件子任务 它定义了一个合适的 就是适合它的这个并发数 比如说是n 那这个主要是根据就是对应实体的数据量来确定的 那相当于说我们定义了n个这个并发轨道 那每一个轨道呢 它请求一部分的pages 那比如图上这个例子 我们的n是等于3 那么第一个轨道 它请求的或者说第一个线程 它请求的pages就是说1 4 7 10 这样的一个等差数列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是2 5 8 11页 那同时我们的每一页呢 每一个分页请求 它还有一个固定的page size 然后呢 当API返回了这个page当中 它包含了这个数据量 或者说数据条数 它小于这个page size的时候 我们呢就认为这个它是最后一页了 那么前面我们已经提到 我们引入这个调度器 它主要是为了控制我们的并发速率 那这里我还要顺便再提一句就是 其实调度器的引入 还为我们带来了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因为我们因为有了一个卸程池 现在就可以节省 我们频繁的创建 go routing所造成的一些开销 可是呢 我们没有想到 就是这个好处 它反而给我们挖了一个不深不浅的坑 我们先来看一个实际的例子 就比如说我们在收集这个github 它的poor request 对应的这个commiss的时候 我们针对每一个poor request 都需要发出一个API请求 这同时呢 就有可能一个poor request 它还有多页的情况 那么就需要并发的去请求 这个剩余的页数 而且如果有请求失败了 我们还得从事 那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 这个问题是怎么出现的 那这里其实就是因为 我们为了要保持这个一定的请求速率 就必须要有某种形式的这个任务对立 那么这个对立 它其实也就是一个现成池 它要么是一个无限大 非阻塞的 要么就是说是有限的 有限长度 但是呢是阻塞的 而由于前者可能会造成 这个内存的占用率过高 所以我们在引入了调度器之后 我们自然采用了有限 主色型的就是现成池的形式 那么这样一来 任务之间如果是有这个依赖关系的话 就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个poor request 它的commit 以及它的后面的多页的请求 还有这个从事 这三个之间其实就是有个相互依赖的关系 那么它就有可能会造成这个死索 因为我们的 因为就是刚才我们前面所说的一样 前面请求poor request commit的时候呢 它会 它会等到就是后面的这个多页请求都成功之后 它才会进行一个释放 那么 后面的任务呢 因为需要前面的任务释放之后 它才能够被执行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环 那如何解决呢 就是我们在考察了大量的接口后啊 我们发现其实存在这个几年请求的接口 它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派生出来的这个任务 它都不会有太多的数据 于是我们对于这个元数量特别大的任务 我们采用的就是说有限主色式的现成词 而对于派生出来的任务 则是采用的非主色的执行 就比如上面我们提到例子当中 我们针对每一个prorequest发出的第一个APS请求呢 我们都是用的是有限主色式的现成词里面的现成去完成 而后续派生出的对其他pages的这个请求 可是使用的非主色式的方式去执行 那么我们把前面的事情都做好之后 就是发现在收集GitHub和GitLab的时候 依然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经过分析我们把问题就定位到了Commit的收集上面 那首先对于一个大项目来讲 这Commit的数量肯定要比issuePR大了不止一个量级 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对每一个Commit去请求一次它的数据 才能够收集到这个Commit的具体信息 那我们曾经就是在收集这个KitHub的时候 仅仅在Commit这个上面就花费了超过10个小时 所以说经过调研之后呢 我们最后是采用了Git2go和这个LibGit2去写了一个新的插件 叫做GitExtractor 这个插件的作用就是先把这个Repo它扣拢到我们本地 然后呢再提取数据 这样就大大缩短了我们的收集时间 那聊完了数据的收集 我们就接着聊一聊数据处理的问题 那在DAMM那个早期 我们的很多用户 他们都是OpenCore模式的公司 他们呢既会有这个开源项目 还会有一个商业公司 那像这种用户的话 他们其实说在issue的管理上面就会同时使用多个工具 比如说他们在开源侧就会使用GitHub来和这个社区互动 但是呢内部 他们肯定还会有这个Gira来管理他们的一些内部的issue 这种情况下 就如果是想要统一的分析GitHub和Gira的issue数据 又应该怎么办呢 那另外 就如果你一个公司有同一个类型的多个平台 那么比如我们之前用的是GitHub 那现在我们又改成了GitLab 那我在做看板的时候 我是不是需要对GitHub做一个 然后又对GitLab做一个呢 就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 我们花了就是大量的时间来抽象这些数据 以达到这个多平台的数据融合 那我们首先把这个DevOps工具里面的数据 都定型为了四个类型 那也就是以GiraTAPD缠道为这个代表的项目的管理工具 同时这个还包含了就是GitHub或者是GitLab的issue 那我们把他们的这些所有类似的实体 抽象出了一个叫做TK类型的领域 而以这个GitSVN为代表的这个代码托管工具呢 我们就抽象出了一个叫code类型的领域 那以JenkinsGitLabCIArgoCICD为代表的CICD工具呢 我们就抽象出了一个DevOps类型的领域 这还有一些就是负责去关联映射 就是不同的实体之间的一些这样的实体 就比如说Gira它的某一个board和GitLab的某个report相关联 那么这个实体我们就叫做boardreport 那么我们把这个类型的实体呢 就抽象出来作为了我们的cross domain的领域 那这样抽象出来之后 不仅就是说后期这些计算的指标和看板 我们只需要做一套了 并且你如果是用同一个领域里面的多个工具 那么他们的数据也可以活在一起 这样呢能够方便你去做这个数据分析 那剩下的就是我们百坑指南的最后一部分 这部分呢就是关于是我们怎么来提高这个开发效率 那为什么我们要特意来提到这个开发效率呢 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想要支持更多的那个DevOps工具 那么我们支持的这个数据源越多 DevLake呢它才会越有价值 那么我们首先得想一想就是影响我们开发效率的问题 主要有哪一些呢 那么我们发现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在于 我们在开发这个插件的初始过程当中啊 就是刚开始我们是经常需要去反复的调试插件 而按照我们之前的情况来讲 我们就需要反复的去调用这个API 那运行的成本会非常高 就导致我们的开发效率偏低 那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发现其实很多插件 它里面有很多这种重复的逻辑 那么其实我们能够提供一个SDK来帮助开发者 避免掉这些重复的工作量 那么针对上面我们提到的第一个问题 我们选择把API返回的信息整个都存储下来 也就是我们引入了一个新的这个数据层 原始数据层 那这个新的数据层呢 它会以JSON的格式去保存这个API的响应信息 这样在后续的调整变动中 我们就不再需要去额外的请求API了 并且测试的时候呢 我们也就拥有了这个稳定的数据源 然后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我们的每一个转换后的数据实体啊 它都有了自己对应的原始的数据层实体 这样呢 也就更加方面我们在定位这个问题的时候 去找到它的数据起源 对 OK 那这幅图就是我们现在的架构下的一个Data Flow 那我们从上面开始 一次就是我们的原始层 工具层 领域层 那原始层呢 我们刚刚讲过了 我们就直接来看看工具层和这个领域层 工具层就是说 将我们的原始数据 从JSON当中提取到一个关系模式里面 这样就更加容易被分析任务所使用 而我们的每一个这个DevOps工具 它都会有一个适合其数据结构的模式 因此这一层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工具层 领域层呢 就是我们在工具层的基础上 我们建立了一个抽象层 那这样在分析逻辑 它就可以在不同的这个工具之间重复使用 例如GitHub的ProRequest 还有这个GitLab的MergeRequest 它们就是这个类似的实体 那么它们在工具层当中 它们都有自己的表明和模式 但是呢 在领域层当中 它们就被合并为了一个实体 放在一个表里面 叫做ProRequest表 因此开发者呢 就只需要针对领域层的这个模式 实现一次指标 就可以用在多个平台了 那么我们提升这个开发效率的第二个工作 就是尽量减少我们开发者的工作量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每一个插件 它都会有这个RAW DATA的收集 然后呢 是原始层到这个工具层的转换 以及工具层到领域层的转换 所以呢 我们就为这三类任务 做了对应的这个helper 那么分别就是Collector Extractor 还有Converter 那很明显 就是Collector呢 它负责了就是我们所有的收集这个API数据的逻辑 然后Extractor呢 就包含了我们将原始层的数据 转到这个工具层的这个实现逻辑 那最后 这个Converter 它自然就是说 负责把工具层的数据 转换到这个领域层 那么有了这三个工具之后啊 就是插件职任务的编写 就只需要定义任务的一些执行参数 就不用再去编写 就是具体的这个执行流程 同时可以保证就是相似任务 它的这个执行逻辑一致 也大幅降低了我们的开发成本 以及后期的一个维护成本 那还有呢 就是我们也可以更加方便的来对 就是批量的对这些任务 进行一个过程的干预 那最后我们还会有一个runner 他来统一调度就是这些所有的任务 怎么来执行 那么我们的最后一部分 就是DevLake 他未来一年的这个发展方向 那么2022年到2023年 对我们来讲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还需要开发出更多的插件 争取能够早日涵盖市面上 就是有一定占有率的所有的这个DevOps工具 那么其次呢 就是说想办法再提升我们的这个收集速度 就包括找到更加聪明的一些 差量更新策略 来提升我们的用户体验 那最后就是探索更多的场景 来解决更多的问题 特别是在开源社区 希望更多关注开源的小伙伴们 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探索 那么在此 我要代表DevLake的全体成员 感谢我们的导师 没有你们的肯定和帮助 我们是很难成功进入到这个阿发奇孵化器的 好了 这个是我们的项目的一些链接 然后还有我们的微信社区群 大家可以通过这些链接来找到我们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